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由两栋箱里的历史建筑连接而成 一是旧政府大厦 二是最高法庭 为了能够显得更荣为一体 所以中间以玻璃木墙天顶 然后做了一个空中走廊 将连者连为一体 广阔的殿堂令人震撼 哪怕是脚边的石头摆放 也富有几何哲学 通过镜面的视觉折射 营造出一个身不见底的书籍对方景象 穿越过欧式古典长廊 可以进入不同的主题展馆 艺术原本就是如此简单 而极具看点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在长期和特殊展览中 都以新加坡和东南亚艺术 为主要特色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东南亚现代艺术藏品 超过8000件藏品 当然还有不少 当年从中国等地下南洋的画家 也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作品 来这里除了欣赏作品和建筑 还有就是各路拍照大神 前来打卡 通过独特的角度 利用各种姿势 拍摄出完美的艺术打卡照 也是来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 在馆内 每天不同时段 会有免费的中英文解说 可以在第一层报名参加 也可以在游客中心 租界讲解设备 相信对于中国游客而言 还是非常友好 而且便利的 每天是一位 按赞 对于中国游客 这一位组合格 我们在第一层报名参加